今日穿搭分享 今日份的穿搭配色主要是 蓝色、棕色加黑白色 因为我其实今天这一生 其实整体都是一个牛仔 然后我所有的细节都是用一个卡色 我觉得它这一生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点休闲中加一点时髦 我确实还蛮喜欢牛仔的单品 我觉得牛仔的单品 它就很适合在我们这种季节突然间骤变 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过目不忘 但是会一直很显年轻的类型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一生牛仔有点太夸张了 所以我就在里面搭了一个细节的条纹 大家也不要觉得这样很多 是因为条纹山的单品跟一生牛仔搭在一起的话 它会很容易把我们的风格拉往年轻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去年宋慧小朋友有个很出千的造型吗 它就是一生牛仔 然后外面披了个披肩 我们日常如果那么披肩是有点不太舒服 那我们就可以把条纹换在里面 因为我这一生所有的都是牛仔 并且是那种很深的牛仔 所以我其实选的焦糖色 它的色系是更亮一点 你看我的包包跟鞋子 都是往偏橘色调的色系走 它就会让我们的牛仔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暗 所以你可以仔细的看 我们这一色的感觉就是一身蓝 然后再加一点棕色去做点脆 那在细节上 我的金属其实跟我的那个衣服的金属是一样的 它这个金属呢其实不是银色 也不是完全金 它是刚好就是用的是那种淡金色 所以我的配饰上面是加了一点颜色 就是领子加高领加项链就显得有点多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细节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非常小的小项链 所以我今天这一身就属于很休闲 但又是属于我很喜欢的那一网